降息,在昨晚9月19日凌晨2点,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 降息后,现在的利率是4.75-5% 这是一个很低的水位 意味着美联储更加坚定支持民主党的候选 这也是4年以来,美联储第一次降息 这些降息后,对市场影响是什么? 对市场影响是很明显的 未必对个股有影响 未必对个股影响,但对房地产,对车,对楼市 是有直接相关性的利好 所以,也是那一句 接着Jason,买车又买楼 接着Jason,买车又买楼 做一个长期性的部署 虽然4年以来,美联储首次降息 并且声明对通胀的信心增强了 现在在压力通胀 未来可能到年底 年底会再降息50个基点 也就是说,整个2024年是降息100个基点的可能性 未必说是100% 但会可能降息100个基点 所以受降息的消息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的 昨晚的美股 道指 纳指 出现一些比较忌惧的事情 就是在降息之后 先升后落,出现了一条 很大的影线 三大指数在降息的这个月期之下 出现了巨幅的波动 先升后落 黄金也出现了跳水 黄金也出现了跳水 我们可以看到 黄金是最高的时间来到2600 然后就插了来 1万50个基点的波动 非常大 那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降息 就是没有我们想的 对股市 对美股来说 故事有那么好 因为很多市场里面 就说 降息利好美股利好 等等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降息 未必说真的利好他们 但是 未必说利好港股 但是绝对利好什么呢 未必利好美股 但是绝对利好什么呢 利好港股 你看房地产 今天7% 我告诉你 今天所有房地产 基本上有升10% 15% 至于买哪个呢 你们自己看 反正以我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 已经告诉大家 买车又买楼 没问题的 着重是买楼 着重是买楼 好 肯定今天有不少的房地产的个股 要升10%以上 好 再讲讲这个降息 降息的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美国进入了一轮新的降息周期 就是由停止加息 到降息 慢慢慢慢出现了市场经济里面的一个波动的变化 我们稍后会谈谈 第一 是什么原因 要令到降息开始 跟大家谈谈 就是说为什么要降息 可能大家知道要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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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什么要降息呢 这个问题是抛给大家 可能大家是瓦了 降息之后对故事影响是什么呢 可能又是一个令到大家瓦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再一个聊天 聊天 是不是 我们就说 去看看 市场 对于降息的一个 人令程度 好 都是那句 美联储开启了降息的周期之后 对于 美国 不是利好 但是对中国 可能是利好 为什么 因为它会令到 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加大了 对于中国的楼市 股市 经济 都会构成利好的 所以 股市 是不是见底 最关键是什么 看楼市 楼市 是不是见底 最关键是什么 看经济 经济 是不是见底 就要看 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的力道 也就是说 不单只是 美联储降息 我们还要看 中国 会不会降息 美联储降息 所以要关注 明天9点 上午9点15分的 LPI 会不会降息 如果美联储降 中国也降了 中国的市场 股市场 就有可能 不会再 记住 我再重複说 美联储降息 对不对 中国应该 加息 如果美联储降息之后 中国也跟着降息 股市 股市 不会十分之 强劲 但如果美联储降息 中国开启加息 那么 股市 会升 短期内会升 但长期升 还要向下跌 好 说这一句 第一 美联储降息 中国加息 股市 短期内会反弹 然后再向下跌 美联储降息 中国也降息 股市 短期内会下跌 长期升会反弹 好 就明天看 这个数据怎么说 OK 这里面 我们再看 第二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要降息 为什么要降息 OK 我们再谈一谈 首先 是因为 美国的 经济数据 出现了问题 由于疫情之后 大量的这个经济 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 所以那时候 特朗普 就宣布了 大抽水的计划 向美联 即美国的一个公民 去发国债 去派钱 令到那时候的 美国 出现了大量的美元 所以美元在那时候 贬值了 贬值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他就将这个 美联储加息 将所有 发出去的钱 再放在银行里面 于是 为了 通胀 压抑通胀 所以 做出的一个行动 那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由于 加息加得太快 所以 美元的负债 非常高 非常高 OK 那现在顶不住了 顶不住怎么办呢 就开启降息了 所以第1个问题就是 负债过高 导致降息 那第2个问题就是 由于 不断地加息 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就业情况 衰退了 也就是 美国现在找不到工的人 太多了 找不到工的人太多了 物价一直向上走 打工仔的收入越来低 经济越来差 所以美联储就要降息 OK 第1个问题 就是 负债的问题 第2个问题 是就要经济的问题 第3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 加息 美联储加息 这个 这个核心 收割不了 中国的一个资产 打金融战失败了 第3个就是 金融战失败了 OK 简单来说就是 这3个原因 令到 美联储不再 什么呢 加息 反而降息 OK 简单来说就是 这样的 降息 好 降息的一个 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 降息的直接影响就是 第一 会令到 房地产的成本 低了 企业的用人的成本 低了 金融行业的成本 低了 经济就业的这个成本 低了 所以大家记住 降息利好什么呢 利好经济发展 利好股市发展 因此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美联储降息 最终的目的 是挽救 美国的经济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的股市 可不可以 再度向上走呢 我想 短期来会 然后开始下跌 降息的一个目的 是 消除 负债成本 也就是说 他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 成本太高了 所以通过降息 消除负债成本 OK 消除负债成本 就会令到什么呢 令到资金外流 美国的钱 流出美国 流出美国 会令到美国的股市 向下走 向下走 所以呢 才会令到美股向下跌 那这些走负债去哪呢 去到A股 去到港股 去到做什么 做实体投资 所以呢 除了美股以外的所有股市 都有机会向上走 因此 美股是 短多 长空 其他股市 是短空 长多 因此 坚定不移地 看好 在降息之后 看好美股 看好各 A股 就OK了 好 剩下的时间 给大家 一起谈一谈 谈一谈 好 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其实消费类 还可以看 我们一起看看 第一个是福气股 福气股在降息之后 有没有利好呢 其实利好不大 因为主流影响 并不在 这些金融类 而是在消费 大消费 小消费 哪些消费呢 你可以当正是什么 当正 楼市 楼市 今天福利地产 9% 应该也有10% 是绝对有的 我说绝对有10%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房地产是由 加息死 亦都会由 降息生 所以在某些角度来说 我们现在 部署 最低位的 港股里面的 房地产 好过在高位里面 追 美股 所以 中 长线 看好 内房股 但这个长线有多久呢 可能一年 两年 都有可能 短期内 你就不要想 短期内 我也不知道 所以 中长线 看好房地产 好 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消费 都是促进经济的一个模式 降息就是为了出动经济 降息就是为了大家 手头里面的钱更加可以耐用 耐用 所以 降息 有利于 消费股 消费股 无论大消费 小消费股 所以 买楼买车买东西 买手机买电脑 买 饮饮 玩乐 都OK 没问题 所以 消费股 无论大消费 小消费 都可以 但是我们最擅长的 旅游也行 都没问题 旅游也行 都没问题 反正 都是一句 做消费 就OK了 拿钱出来洗 都是没问题 好吗 但不是 角度 时间角度来说 就中长少少 自己去打压 中长少少 OK 转回来 恒指 恒指怎么看 恒指 其实恒指 没什么好看 为什么呢 因为 分事图 拉薇 实际来说 还没找到方向 还没找到方向 在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要围绕着 16000点 17600点 17600点 到17750点 和17000 或者17000 17600 到17750 这150个点 这两面波动 现在就是这两面波动 升穿做多 跌穿做空 下跌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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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 是这样的状态 看到它 也是一个震荡为主 既然震荡 跟随便可以了 没什么 太大问题 对于 可能对于 指数来说 加不加息 对影响 不是很大 对指数影响 不是很大 对个股影响 比较大 对比较大 既然是这样 就 跟随 没什么太大的方向 但是个股 可能影响比较大 也就是说 今天是 轻指数重个股 轻看轻 就是不要 不需要太关注 指数的一个波动 而是什么 执着一个股的一个操作 就可以了